我们在买车的时候 除了挑车色之外 很多人买车还要挑另外一个东西 那就是车牌号码 像是我们的爱大 它每一台车的后面的数字号码 都是一样的 甚至于有些人在签新车的时候 他肯定是要找那个命令老师 算一下他的车牌号码 是不是会带给他很幸运 然后让他赚大钱 那我们可以自己来算说 我这个号码是不是符合我这一个人呢 逸选法师 好 要来公布这个车牌号码的 这个总比数的之前 我们先请我们的爱大包括主持人 把你们的车牌先算一下 四个数字的总和是多少 我是16 我通过每一台车都是16 都是16嘛 好 OK 那等一下 我算一下 我的数字好难算 这四个号码全部加起来 可能8加8加8再加8等于多少 我是18 好 来 我有一个是19 一个是23 好 老师 我现在是0 现在是0 他可能坐捷运 他有好多的司机 OK 那没有关系 那这个说真的 这个总和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一般观众朋友可能他买车 可能没有办法说单图单纯就是为了要算一个车牌号码 又跑去找老师 对 有点太麻烦了 没关系 老师就来教大家如何来帮你自己找到一组好的车牌号码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吉祥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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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四个字总和加起来 如果是8话 11话 13话 15话 16话 17 18 21 23 24 25 29 31 32 33 35 37 39 总和加起来英文数字不管他 这个就是你的吉祥了 你开的就是会很幸运的 这个就是你要选的车牌号码 真的误打误撞 我没有选车牌号码 艾大你加起来你是 我是16 16 也有耶 真的有 那会不会每年都变吗 这个是固定的 是固定的 可以赶快把它卡下来吧 好 那看完了大家要挑车色 也要挑车牌号码 还有记住呢 刚才一选法是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数字的总和之外呢 是不是在星座的方面 我必须要把车色跟车牌号码 可以混在一起 可以可以 怎么看呢 星座毕竟它是西洋的嘛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022年 这个是分年份的 十二星座它的颜色和数字 都有不一样 有些雷桶有些不一样 比如说像母羊座棕色018 就是你的幸运的颜色和数字 金牛座浅蓝色159 双子座灰色026 巨蝎座米色137 然后狮子座黑色127 然后处女座深蓝色135 天平座 天平座 还有我们冠仪的墨绿色468 墨绿色可以加一点什么车子 不喜欢墨绿色 可以画一个什么小皮羞啊 什么都好都是墨绿色是不是 OK 有小的东西就可以 对或者说有什么树叶啊什么的 就是有花上面有树叶 君绿符算吗 君绿算 都可以 那天蝎座黄色579 射手座白色067 摩羯座珍珠色 这个可以敲一下178 水瓶座宝蓝色278 艾达宝蓝色带个宝蓝戒指 他有蛮多那个蓝色的衣服 T恤啊 对对对 但是我的车牌 没有278这三个字 没关系那你自己就 什么 你拿那个奇异笔画一下 这个会被警察拦下来 也是喔 对对对 错误示范 对我觉得你可以 比如说像什么项链啊 或者是挂链啊也可以 如果你对数字很灵感的话 OK 就把数字比如2就挂在 对对 或钥匙圈啊什么的 8啊 8比较最容易买啦 其实常人也喜欢8 对 挂一个7跟8在身上怪怪的 不会啊 8 7要看顺序喔 小心啊 艾达的思维很敏捷 我们来看一下双鱼座红色389 在这里大家又看到说 哇好多的1有没有 其实买新车或者是你挂着 车牌就是一个新的能量 在天使数字看来 1就是一个新的能量 新的开始 帮你重新启动好运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 那大家也会看到说 诶 像是天平做我们冠营的4 很多人说4 是不是很不lucky 或者说让人有点忌讳 但是在天使数字 也就是夕阳的状况里面 它是一个天使的能量 因为你需要一点天使给你好运 而且天使觉得你帮助别人 然后给大家很多的福气和好运 是不是你自己也需要 你不用自己努力 天使就来帮忙了 还有另外一个思维逻辑 我之前租房子是4楼嘛 可是我觉得就是那时候 大家就说是事事顺心 事事顺心 这个也好棒 所以我每次回到家 都觉得我事事都顺心 就是薪水逸转这样 薪水逸转是 冠宜的这个思维 就是我们真正的所谓的 幸运数字 幸运颜色给我们的一个思维 它是一种心理暗示 有的人对4也说 它是Doremi Fa FaFaFa 对 是耶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要转念 然后有正能量 所有的事情都会是好事 真的 不过我这边要补充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 在台湾 建立战这个发牌的一个政策 是新型式的这个车牌 已经撇除是这个字了 里面就是都没有是 你找不到有是的 对 你找不到有是的这个车牌 那我个人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挑选车牌的一个 这个想法 因为基本上台湾人或是中国人 还是比较流行 这种所谓的步步高升法 或是双双对对法 所以就是什么这个1177 3399 或是2266 这个哩哩烂烂 也是有人在选的 这属于对对型的车牌 那这个步步高升的话 那就是5678 3579 这种所谓尾数越来越上升的 一个这个状况 都是我们台湾偏好选择 车牌的一个这个方式 那当然如果再加上这个 所谓的车牌数字总和 我觉得是蛮特别的 那像我刚刚提到 我所有车子都是同一个号 但是那个英文字是不能选的 其实现在还是你还是可以关注 这个接底站 因为接底站 其实在年前最近也开出了这个 BMW的头 英文字母是BMW的字样的一个车牌 如果刚好里面有你的数字的话 你基本上你可以去参与这个 选号标牌的这个事情 那有一些人会说我要标牌 那可是都没有我要的号码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 接底站现在标牌 如果你可以从0001到9999 这个数字区间带都会开放来标牌 那每一个时程点都会有这个标牌的 这个公告出现 那当然你标到这个牌照之后呢 那基本起跳是3000块起标了 每一个号码最少都要3000块钱 标到了之后呢三个月内 你能够买到新车 这个车牌都属于有效的 所以如果你预期 在未来的一到两个月 你就新车就到了 可以交车了 你或许可以选择 在这一段期间赶紧的标牌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你像我自己 就亲身遇到这个问题 我喜欢那个号码 你提早标3000块就标到了 我标过最贵 而且你们已经觉得很纳闷 只不过就是说三条的这种号码 我标过最贵一次 花了17000块钱才标到 我平常只需要花3000块钱 标到的号码 这个就觉得花费就多了